也就是说这个叫李萍的女人 发生车祸的时候 主动脉蚁军断了 我的天 她怎么忍过来的 这很疼的 内膜跟中层全断了 现在只连着一层薄薄的外膜 外膜也破了一点 一直在出血 现在胸腔跟纵隔离全是熏 今天也是因为 失血和薛科 才晕倒的 这断的肋骨 看着是旧伤啊 小腿的骨折也是 肯定是刚愈合不久的 可是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 被她老公打的 我猜 她是不想这些旧伤被人发现 所以才拒绝做检查 还有 被殴打的女性 对于疼痛的忍耐力 是会增强的 所以她才从昨天 忍到了今天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李平 应该是一名家暴受害者